其实比如说我母亲打通电话 你说她年轻时作孽太多 好像活时间不太长了 反正我得尽力地天天练小房门金 然后我母亲就是年轻时 做了很多不太好的事情 包括行业 还有打菜有十来个孩子 这个是有点麻烦 比如说像我妈这样的人 如果她要走了的话 我具体应该练什么金 怎么样跟菩萨球呢 你赶快多练小房子 平时都给她积累小房子 直接让小房子就是消孽障 还有礼佛大乘悔文 也在给她念几遍呢 礼佛有的念 要念很多了 你想想看 咱们的孽障这么深的话 她要靠念礼佛大乘悔文 跟小房子才能化解 我知道 我现在每天都在给她念 每天给她念吗 还不够啊 我都知道 那我尽力一天 就是现在只给她念 就是说生动必要念 四十九遍大悲咒 我现在就给她念 四十九遍大悲咒 让小房子 对 然后礼佛大乘悔文 没有念 礼佛大乘悔文 一定要念的 五遍 念几遍 一天五遍 一天五遍 那就比如说 就是最坏的打算 如果她要是走了的话 我当时应该念什么经呢 你当时就继续给她念小房子 一边烧小房子 一边不停地给她念小房子 就这么简单 其他的就单独的大悲咒 这些经就不用念了吗 对 你可以一直 可以念念经之后 教教观世音菩萨 我怎么讲呢 就要请大慈大 微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母亲某某某 能够生到善处 只能这样 因为如果你想的 讲得太高的话 也不现实的 我只希望她不要下地狱就可以了 对 那就是生到善处 三善到嘛 三善到就是人到嘛 阿修罗到天到嘛 遇到善处 散任 感谢观看